为了防疫的工作 新城乡公所在29号乡境内8个村 同步进行消毒作业 各村村长还有村干事以及勤销队员 在社区的每个角落还有街道 用一天的时间做好全乡的消毒作业 新年乡受到疫情的影响 整整一个月都在大勤销的作业 从华徐兵到清洁队员 除了确诊者前往的主题之外 乡内街道以及各个角落 不必做好消毒的工作 为了保障村民们的安全 而在29号这一天 新年乡公所再次全村社区联合大消毒作业 新年乡的河立台也前往各村来 为8个村的村长和清洁队员们加油打气 随着新冠状疫情持续的严禁 在花蓮县各地持续增温 在新年乡九个村的部分 我想民众对防疫的措施都非常遵守 爱这样设计的一个大扩散 所以新年乡在今天九个村 前面同步大清销 我想让我们乡亲也知道 我们新年乡公所以及村长 可以说对防疫都非常严守 尤其我们新年乡的乡亲 最近看到报章媒体 我想大家都有心里面难免 有这个紧张的心态 所以今天这个清销 我要让新年乡的乡亲知道 新年乡公所跟我们村长 大家同心协力 不定时的 在我们九个村来做清销的一个工作 我想防疫的工作非常非常的重要 自己的健康我相信自己大家共同来维护 这次的清销 除了让新年乡亲能够安心以外 我相信这波的疫情过去之后 大家都能够恢复这个正常的生活 我也鼓励呼吁我们新年乡的乡亲 一定要去打疫苗 要去打疫苗 不管自己的长者也好 自己的小孩也好 包括自己的我们的共同来防疫 毕竟打了这个疫苗之后 都能够亲证 都能够来亲证 我要自己的健康自己来照顾 我在这边再次的呼吁大家 新年乡的环境 我们新年乡公所 与各位村长共同来把关 共同来严守 新年乡公所还是透过清洁车来宣导 请洗手少出门不访客 出门戴口罩 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家人 之后请洗手少出门 新年乡老 好